好的这个乌克兰加入北约 现在看至少从俄罗斯官方的角度来讲 它确实是俄罗斯给北约划定的红线 当然这是又一道红线 会不会是最后一道 我们不好说 大家想想看 现在乌克兰是否未来可能加入北约 是不是已经可以 大家作为前景 至少是一种可能的前景 拿来探讨一下了 而如果我们倒退30年 91年苏联解体 30年前你能想乌克兰加入北约 这成为一个大家可以拿来探讨的话题吗 你能想到有这种可能性吗 所以我们经常讲 只有你想不到它没有出不了的事 乌克兰是否会被北约再一次突破红线 是不是有可能加入北约 我们讲它不取决于任何事情 只取决于一样 那就是北约跟俄罗斯之间的力量对比 首先是军事实力对比 有人说俄罗斯捍卫自己这个利益主权的决心 我觉得决心都在其次 如果你实力弱到一定程度 根本可以不予考虑 大家知道哪个弱小的国家 曾经很多弱小的国家 不都有很强的决心来捍卫自己的主权 捍卫自己的利益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如果你的实力跟对手相比 根本不值一提的话 那你觉得你这个决心还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力量对比适合到一定程度 这道红线我说了 它绝不是最后一道主权 这道红红红红红红红玺 更加麻烦 感谢观看